我叫山鸡 鸡八的鸡 老天爷 希望你保佑我 能混就是人头 不能混就是字 不会吧 下马问前程 温酒静长空 山鸡与好兄弟陈浩南闹翻后 离开铜锣湾去投靠表哥 出到台湾的山鸡一穷二百 身上最值钱的物件 只有临行前陈浩南送的劳力士 江湖救急刻不容缓 山鸡来到一家荡坡 打算荡了这块劳力士 即便山鸡有些不舍的 但为了不让表哥瞧不起 只能咬牙把手表当了 山鸡转身来到夜市 在地摊上买了一块艳品 精致的做工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 就当他暗自窃喜时 表哥柯志华赶来接他 随后山鸡讲述了 在香港的战绩 之所以跑路也是迫于无奈 而表哥柯志华 虽然只是三联帮 老大雷公的司机 但身为贴身亲信 地位也不差 看你这个样子 现在好像混得不错 博局啊 我也不错 你什么玩意儿啊 表哥声称要给山鸡 接风洗尘 两人同出一脉 都有相同的癖好 那就是喜欢捏成熟的水蜜桃 表哥带山鸡来到一家歌舞厅 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公主作陪 两人倾情我我聊得火热 交谈之中 公主向山鸡诉苦 说自己对香港人又爱又恨 只因曾经有个香港客人 送了他一只劳力士 然而到手后 才发现是咽品 尴尬的山鸡 只能借口去上厕所 郁闷的江表丢进了马桶里 等他回到座位上时 刚才的公主却不见了 妈咪见状急忙来解释 说是公主被隔壁客人包出场了 表哥一听 觉得丢了面子 表哥对着包奸的人破口大骂 结果发现 对方是雷公的死对头张定坤后 立马笑脸相迎 张定坤听后 有意将公主还给山鸡 但山鸡担心对方日后为难表哥 又将公主给推了回去 谁知反倒是激怒了张定坤 我干你你啊 我没和你都和你 你咕不咋想 暴脾气的山鸡拳头紧握 表哥见识不妙 在一旁拼命打圆场 为了不让表哥难做 谎称是自己喝多了乱说话 主动向张定坤道歉 第二天 表哥将山鸡带到三联邦总部 将他引荐给老大雷公 雷公本就有意进入香港市场 雷公听闻山鸡曾是红星的小弟 苦于没人牵线搭桥 于是爽快同意收下山鸡这颗棋子 隔天 山鸡走马上任 看表哥又是开门又是开车 山鸡问起了表哥的身份 你到底帮雷仙做什么 司机干嘛 比小弟还训呢 当司机才不训呢 尤其是大哥的司机 最亲信的人你懂不懂 快点上车来杀掉 雷公带着众小弟去祭拜王七 就当山鸡和表哥百般无聊时 一名身着和服的美女 姗姗来迟 此女名叫丁瑶 是雷公包养的女人 妩媚动人的模样 看得山鸡直咽口水 那个女的 老板的女的 又是老板 你怎么这么烦呢 丁瑶虽看似温柔体贴 但野心非常大 每年的这个时候 她都会捧一束花来祭拜大嫂 只为提升她在雷公心中的地位 从而转正 成为三联邦的大姐头 谁料一晃八年过去 两人不仅打桩次数变少 雷公对她也越来越冷淡 我就知道 自己永远没有办法 取代她的位置 扫完幕后 雷公让山鸡送丁瑶回家 对于这种好事 山鸡自然是求之不得 我叫山鸡 鸡八的鸡 我以前在香港 有一个朋友 他教我钓马子 一定要胆大心兮 脸皮厚才可以 面对山鸡如此独特的搭讪方式 丁瑶并没有反感 反倒是提出 带她去一个地方 山鸡喜不自上 眼看成功了百分之五十 但她没想到 丁瑶说的那个地方 不是她家 也不是山鸡家 而是一间地下赌场 但丁瑶的手气不好 连输三把 山鸡让她适可而止 但丁瑶却不以为然 我不喜欢输钱 可是我很喜欢输赢之间 那种不管生死的感觉 原来自从被雷公冷落后 丁瑶内心空虚 就会来此寻找刺激 山鸡告诉丁瑶 她输钱并不是手气的问题 而是对面的眼睛 难挡了她的运势 她买妆 我们就买 钱 果不其然 在山鸡的指导下 原本一直输的丁瑶 很快就赢回了本金 而经过此次交流 丁瑶对山鸡这个香港仔 刮目相看 隔天 表哥和山鸡在门口等雷公时 表哥话里话外提醒山鸡 离丁瑶远一点 虽然他们家族的男人 都是好色之徒 但丁瑶是他们老板雷公的女人 再者 丁瑶也是一个不好惹的主 但山鸡却不以为然 就当兄弟俩闲聊之时 车在视频里传来打斗声 表哥看到自己的老板雷公 似乎被人胖躁 拉着山鸡 正欲冲进去帮忙时 就看见雷公在保镖的搀扶下 妈妈咧咧地走了出来 张定坤这个疯子 我操他妈十八代祖宗 谁要能把他干掉 我给他做一个谈谈谈主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山鸡知道这是上位的绝好机会 很快 山鸡就摸清了张定坤的信息 期间从不吃冰廊的他 也嚼起了冰廊 看着报纸上得意洋洋的张定坤 山鸡将报纸扔在地上 吐了一口冰廊 转眼 山鸡就单枪匹马来到一家酒店 在确定包间内是张定坤后 山鸡悄悄潜入 果断掏出手枪 枪声惊动了屋外的小弟 山鸡一个箭步跑到窗边 纵身一跃从二楼逃生 然而没跑多远 就又被一群小弟堵住去路 无处可逃的山鸡 只得拔出腰间的匕首 与众小弟拼命 看到这一幕 我就想问 陈浩南要是没有山鸡的支持 是否能当上铜锣弯的扛把子呢 言归正传 山鸡虽然很猛 可猛虎不敌群狼 眼看山鸡落了下风 好在丁瑶及时来接 如此一来 山鸡这才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事后丁瑶将山鸡带到一处温泉 山鸡心中暗息 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丁瑶 很快丁瑶就泡进了温泉 两人闲聊之时 山鸡这才得知 丁瑶有着一半日本人的血统 还有没有别的伤口啊 我想应该要摸一摸才知道 两人一夜无话 全是动作戏 隔天一早 在丁瑶的轻患下 山鸡从温柔箱中醒来 丁瑶告诉他雷公要来探望他 山鸡拖着受伤的身躯去迎接 因为山鸡帮自己除去死对头张定坤 雷公很是满意 以至于明知山鸡睡了丁瑶 他也表现得很热情 昨天晚上试过没有 试什么 不用怕 我早就不行了 男欢女爱 这十分正常 雷公作为老大 自然不会被白虑 不过是利用山鸡而已 利用这小子 可以跟红星的蒋先生拉上关系 后来得知 陈浩南在香港出事 山鸡才有能力回去给兄弟撑腰 自从亮坤死后 铜锣弯扛把子的位置一直空缺 而在红星年轻一辈里 只有陈浩南的能力最为出众 就连墙头草鸡哥 都认为这个位置非陈浩南莫属 唯独被祖望宗的黄狗持反对意见 非要与浩南一较高下 陈浩南 差点忘记跟你打招呼了 来来来 握个手握个手 有点脏啊 不好意思 坏习惯坏习惯 浩南虽厌恶黄狗 但碍于同门的面子 只得与其握手 十二位堂口老大到齐后 龙头老大蒋天生说出 此次开回目的 原来澳门的何先生 新开了间酒店 蒋天生通过关系 拿到了赌场的经营权 眼看需要安排一位老大 过去镇场子 而当前局势来看 只有铜锣弯扛把子最合适 蒋先生 铜锣弯到现在还没有选出扛把子 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个人来 我看这个位置一定要找蒋义气 而且会赚钱 又不会无邪的人坐 有人提议让黄狗当扛把子 此话已出 浩南瞬间黑了脸 而黄狗见有人支持自己 立马跳出来 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 只要我当上扛把子 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 为了公平起见 蒋天生问大家 是否还有其他人选 我认为陈浩南坐这个位置 也蛮适合的 坐的也是 其实蒋天生也有心栽培陈浩南 毕竟是他替红星除掉亮坤 立下汉马功劳 而墙头草鸡哥也推荐浩南上位 其他人也纷纷拥护浩南 这个位置谁坐都行 就是狗答对不行 你知不知道意怎么写 黄狗指责浩南不讲义气 说他勾引二嫂 为了利益 还干掉了自己的结拜兄弟小棠 就当两人争吵不停之时 蒋天生出言当何事老 在询问众人没有其他人选后 蒋天生将逼哥生前的厂子 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浩南和黄狗同事管理 一个月的时间 谁将厂子经营得更好 到时就将铜锣湾 扛把子的位置给谁 就这样 两人竞选铜锣湾 扛把子的战役打响 当天晚上 黄狗就带着小弟 来到自己管理的一间酒吧 让他意外的是 人本生意火爆的酒吧 今晚却寥寥可数 还没等黄狗弄清楚原因 领班就跑来诉苦 说是有个客人不肯买单 黄狗倒也想看看 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 居然不给钱 不是不给钱 而且还讲道理啊 好 我这个人最喜欢讲道理了 讲 客人直言 他们高高兴兴来此消费 等了好一会 就安排了两个恐龙做陪 领班见状 立马反驳 说自己安排的 都是国色天香 是客人故意刁难找事 哪有长得像个人样 才能出场 你是不是有病啊大哥 我这是出了名的美女多 黄狗对自家的公主 非常有信心 黄狗看到两颗老葱后 很是不解 立马问领班 他们酒吧里的公主 都去哪里了 在领班的讲述下 黄狗这才得知 他们酒吧里的公主 都在KK的介绍下 集体跳槽 去了浩南的店里 一听 是自己亲妹妹干的 黄狗气了一把 将两个客人揪了起来 两人吓得不轻 以为黄狗 要胖揍他们时 黄狗却疯狂道歉 还说要赔偿 他们的损失 送走两个客人后 黄狗将怒火 发泄在领班身上 此刻浩南这边热闹得不行 KK兴奋地向浩南描述 每个公主的独门绝技 正当几人听得入迷之时 黄狗打来电话 问候了浩南全家 此刻 浩南不知KK带来的公主 全都是从黄狗那边挖来的 毫不知情的浩南气的 直接挂断电话 什么事大主 那些马去哪找的 不知道 镜头回到山鸡这边 自从当上天堂堂主以后 在丁瑶的细心照顾之下 山鸡摆脱了小混混的气质 俨然成为了一方大哥 而雷公此次找到山鸡 也是有事要办 希望山鸡能够出面 帮他约红星龙头蒋天生 很快 雷公和蒋天生约在香港见面 无事不登三宝殿 雷公开门见山切入了正题 雷公之所以找蒋天生 就是想入股红星 在澳门赌场的生意 利润五五分账 蒋天生听后很无奈 因为澳门的情况非常复杂 除了本土的四大家族之外 还有大大小小数十个帮派 若是今天开了三联邦这个口子 那日后还怎么玩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雷公示意一旁的小弟 一皮箱的现金就摆在桌上 哇 这么多钱 至于那五成股份 你帮我安排 可惜你这次会失望 见蒋天生不打算合作 雷公斗起了狠 就见保镖高洁一声口哨 埋伏在此的小弟 瞬间将蒋天生团团包围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枪 煽击见状 想要出言劝阻 却被雷公立声喝退 但蒋天生身为红星的龙头 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今晚一定要给我个答案 我现在就走出去 如果我们三个有什么闪失 一个是香港黑帮 一个是台湾黑帮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投射 雷公被蒋天生的霸气震住 就当三人往外走时 山鸡本想向浩南解释 却被浩南一把甩开 而雷公虽放下狠话 却因为在红星的地盘上 只能目送蒋天生三人离开 镜头一转 心情郁闷的浩南送女友 小杰八回家 上次酒吧开幕的时候 你还说要跟我结婚 那山鸡说的我没说过 要结婚你跟他结好了 浩南见小杰八生气 将车停在路边 结婚地址早就买好了 找到就结婚 找不到就不结了 你好讨厌哦 不结婚就哭 然而人有祸福旦夕 就当浩南转身 去超市买烟时 小杰八终于找到 那枚求婚戒指 就当他欣喜不已之时 一辆大货车突然冲出 江车撞了个底朝天 浩南听到动静声 发疯似地跑了出来 从车里救出重伤的小杰八 没走多远 背后的汽车就爆炸了 若是晚一点 两人就要葬身火海了 浩南没有多想 将小杰八送到医院 得知消息的大天二 也带着女友赶到医院探望 刚等一会 医生就从手术室出来 苏小姐的头受到强烈的撞击 我们已经尽全力抢救 所以她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差点被您给吓死 随后医生表示 小杰八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头部受到强烈撞击 很有可能会失去记忆 浩南听到冲到病房 小弟们也想跟去探望 却被牧师拦在外面 不需要进去那么多人 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卫生地祷告 好 但浩南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几名头戴丝袜的劫匪 持枪闯入浩南管辖的赌场内 包皮本想阻止 没想反被劫匪一枪拖打倒在地 随后 匪徒将赌场所有的现金 全部抢走 等匪徒都走后 包皮立马冲到医院 将此事汇报给浩南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时 黄狗又带着小弟来找麻烦 眼看双方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 陈耀及时赶来 陈耀替龙头老大讲天生怠话 提醒他们不要窝里斗 否则引起反黑组的关照 倒是连累红星 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此事并没有就此作罢 隔天 大天二送女友KK回家 突然一辆面包车停下 车上冲出来数名小弟 将大天二抱揍了一顿 KK见状 冲过来劝黄狗 没想被黄狗强行拖上的车 大天二奋起反击 想要救回女友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而此时 珊姬来医院探望小结巴 他与浩南提及了 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浩南告诉珊姬 蒋天生并没有追究此事 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又岂会不相信对方 我们是好 我家呗 这边 浩南和珊姬兵视前线 那边 大天二接到了黄狗的电话 他威胁大天二 若是想救回女友 就替自己去偷浩南的账本 否则就安排小弟轮流给女友打营养针 说吧就挂断了电话 你他妈就竟然给叫人来抢劫我 来啊 好了别捏了 快报了 我是你亲大哥呀 黄狗告诉KK 刚才说的那些狠话 不过是吓唬大天二 这样他就会替自己去偷账本 再者试探大天二的真心 而大天二还被蒙在鼓里 他不知道KK是黄狗的亲妹子 为了救回女友 他只好背着浩南去偷账本 在门口时遇见了包皮二人 你的脸怎么了 二叔你怎么受伤啊 没事没事 南哥叫我拿点东西 二叔小心点 那边 蒋天生因为浩南管理的赌场被打劫 约见了浩南 他问浩南赌场损失了多少钱 浩南回答 四十多万 但军师陈耀却表示疑问 还说被抢的那天 劫匪透露过金额只有十万 陈耀话里话外 暗讽浩南私吞了公款 还说他的女友小结巴正在住院 需要用钱 但蒋天生相信浩南的为人 原来当年红星查出 小唐是警方卧底 而黄狗又非常护着这个结拜兄弟 蒋天生想出一计 于是让浩南暗地里做掉了小唐 害浩南背了这么多年黑锅 以至于让黄狗记很多年 过去的事不要再 这一次发生这种事 连账簿都丢了 我没话说 蒋天生没有追究打劫一事 他愿意和阿南一人承担一半的损失 那边黄狗拿到账本后 他本想找到漏洞去告发浩南 可翻来覆去都没有任何问题 再说大天二救回女友后 因良心不安 找到浩南向他认错 主动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但浩南并没有发火 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 但是不要做坏事 我替你看 大天二很是内疚 发誓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混 而山姬在三联邦内 围攻通过超能力 将红星在澳门的赌场经营权抢走 并交由山姬打理 然而自从上次被雷公摆了一道后 山姬也变聪明了 他直言自己曾是红星的小弟 所以新赌场的生意 他是不会去管理的 我看得起你才让你去管 有的人想管还管不到呢 山姬第一次顶撞雷公 直言他不会做对不起以前兄弟的事 你是三联邦天堂堂主 天堂堂主我可以不做 雷公怒了 扇了山姬一巴掌 让他立马滚蛋 但山姬并没有还手 因为毕竟雷公曾经对他有恩惠 你对我的情意 恩惠 我永远会记得 你给我滚 就这样 山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三联邦 回到香港后 山姬找浩南借酒消愁 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撮合下 红星和三联邦会强强联手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自己不过是个小丑而已 而后男也在为小结巴迟迟没有醒来而苦恼 就当两人糊涂苦水时 丁瑶突然来找山姬 看到自己的女神 山姬自然开心 但丁瑶大晚上戴着墨镜 山姬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怎么了 谁打你啊 雷公 他干嘛打你啊 丁瑶告诉山姬 雷公脾气不好 他得知雷公将山姬赶出三联邦 他替山姬说了两句好话 结果就挨了雷公的打 听到此话 山姬有了几分顾虑 浩南不放心山姬 便决定跟山姬一起去见雷公 第二天 浩南与山姬在丁瑶的引荐下 来到雷公的别墅 可等了一个多小时 迟迟不见雷公 等到两人赶到雷公的书房时 这才发现雷公早已断气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丁瑶在外面大喊救命 说山姬干掉了雷公 雷公的保镖高杰带着小弟冲上楼 浩南反应迅速挟持了丁瑶 随后退到阳台 威胁高杰扔掉手里的枪后 两人纵身一跃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山姬做梦也没想到 善解人意的丁瑶居然是个腹黑女 用苦肉计引自己和浩南上钩 然后栽赃杀人 在雷公死后 丁瑶脱掉了小女人的外衣 大姐大的气场立马显露 就连黄狗也倒戈丁瑶 这一幕被大天二和KK撞见 KK没想到大哥会背叛红星 改投三联帮 丁瑶装模作样地询问两人 山姬和浩南的下落 还说一定要救出两人 替雷公报仇血恨 大天二最讲义气 自然不会出卖兄弟 黄狗见丁瑶被轻视 立马跳出来护主 就要教训大天二 却被KK拦住 我没有你这种大哥 而三联帮因雷公身死 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 高杰宣读雷公遗言后 丁瑶成功上位独揽大权 暂时成为三联帮新一任帮主 镜头一转 丁瑶与高杰走到了一起 原来两人早就有一腿 此刻寡言少语的高杰 笑得合不拢嘴 高杰在雷公身边 忍辱负重八年 今天他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 然而常言道 吐死狗烹 鸟尽攻藏 高杰提醒丁瑶 赶紧除掉身后的黄狗 丁瑶以目前 还没站稳脚跟拒绝了 还说养条狗开门也好 高杰听后也不再勉强 你继续做你的帮助 我还是做你的哑巴 我要你永远都做哑巴 你给我死到台里去 四次黄狗也与丁瑶打得火热 三联邦被丁瑶控制后 便对红星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 接连干掉了几名红星堂主 及格凭借过人的身手 从三楼一跃而下 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而蒋天生得知消息后 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们被人骑到头上来 好歹要有点行动嘛 蒋天生决定向三联邦宣战 众人认为此事是因煽机而起 浩南也认为 见血的事情不应有老大出面 正所谓解铃还虚系铃人 三联邦针对的是他和山姬 浩南提出亲自摆平此事 还山姬一个真相大白 会议结束后 山姬去找牧师 说出他和丁瑶之间的爱恨情仇 被自己最爱的女人出卖 山姬表面无所谓 其实内心非常痛苦 他希望牧师能开导一下他 随后牧师讲起了两大教会争斗的故事 听完后 山姬似懂非懂 但与牧师要传递的观念不一致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 主啊 我真的没有叫他去砍人啊 很快 三联邦在澳门的赌场正式开业 丁瑶盛装出席 一副大解头的做派 各界大佬纷纷前来祝贺 浩南和山姬也来了 但两人却是来找事的 今天晚上是你们大展宏图的日子 我想你不会砍我 既然打开门做生意 当然欢迎 因现场宾客众多 丁瑶忙着去剪彩 也不好发作 于是让黄狗好好招呼他们 听到了没有 长毛大杀雕 黄狗虽然不爽 但此时他也只能忍着不发作 而丁瑶本想邀请总警司一起剪彩 随时被对方出言警告 我不想见到什么绑派的虾斗发生 不会的 不会就好 然而今晚注定不会太平 就在这时 两名小弟抬着雷弓的花圈出现 黄狗见状冲上前 对着花圈疯狂撕咬 丁瑶问山姬是不是找茬 但浩南告诉他 好戏才刚刚开场 随后娇皮将一堆沾满屎的丘野 朝着人气最旺的赌桌扔了过去 客人们纷纷一哄而散 黄狗怒了要找山姬单挑 却被浩南按在地上摩擦 小弟见状 纷纷来驻战 瞬间双方小弟打坐一团 眼看现场失控 一旁的警司开枪 这才阻止众人 警司对丁瑶的能力很失望 下令停止营业 然而这点损失 对于挥金如土的三联邦来说 并不算什么 郁闷的丁瑶带着三联邦小弟 走在街头 他认为只要有钱 就能让赌场重新开业 但很快丁瑶就失望了 红星无虎突然拦在路上 今天三联邦跟红星就在这做不了断 还有你跟我 你凭什么 丁瑶仗着人多势众 一声令下 小弟们纷纷将浩南五人围住 你的意思是你的人比我们多 就是人多欺负人少 你想以多欺负少 谁料五人有备而来 随着娇皮的口哨声 数百名红星小弟冲来 反将三联邦围得水泄不通 那又怎么样 你只该看清楚枪狗队的是什么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原来黄狗是红星的卧底 早在几个月前 蒋天生就找来浩南和黄狗 当面解释两人之间的误会 后来丁瑶投怀送报 黄狗便将计就计 当起了卧底 还将此事告诉给浩南 两人商量按兵不动 想要看看丁瑶在搞什么鬼 此时不知来龙去脉的三联邦二把手 还护着丁瑶 黄狗见状让丁瑶主动交代 杀害雷公的事情 然而丁瑶又怎会承认 谁知黄狗居然找来证人 死里逃生的高解 丁瑶你好狠心 居然想杀我灭狗 丁瑶你必须要给我们三联邦一个交代 山姬新知三联邦 不会轻易放过丁瑶 为了避免丁瑶遭受非人的折磨 山姬只得忍痛 亲手解决丁瑶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你成绩 避免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